浇到爽边 不来了 咱们先给它烫一下毛 咱们拿这个火 稍后给它留一下 咱们把它所有的毛都烤掉 然后咱们拿温水给它泡一下 然后拿小刀 给它刮洗干净 这样不仅可以烧掉毛呢 而且可以有效去除 这个肘子表皮的鱼腥味 然后咱们把肘子给它下到锅中 这里边稍微来点水 然后咱们稍微来点料酒 烧好以后 咱们把肘子给它捞出 然后还是摟规矩 切点葱姜 葱呢 尝尝的小段 姜呢 薄薄的后片 然后来挤个我妈亮的干辣椒 稍微来点油啊 咱们简单炒个汤水 冰糖给它搞里头 汤水炒差不多 葱姜饭搞里头 简单煎炒一下 然后再给里边来点这个银口大酱 然后把酱给它炒香 稍微来点水 下里边就这么一个高压锅啊 这锅高压锅太大了 肘子放到高压锅中 给里边稍微来点水 然后八九桂皮香叶 我们给它下倒锅中 然后来点生抽 蚝油 再来点老抽 接下来焯好的底料 下到锅中 稍微来点盐 接下来咱们锅烧到微微热 这里边稍微来点油 前天还剩点红烧肉啊 咱们给它切成小块 咱们把提前准好的料汁 再下到锅中 然后提前切好的豆腐 再下到锅中 然后稍微来点水 然后给里边稍微放一点点粉条 然后来点水煎粉 这家常豆腐啊 这是我最爱吃的一款家常菜啊 再来点美丽的小粉条 咱们把汤汁 浇到上边 哈喽哈喽大家好 我的天不容易啊 终于搞定了 我的天啊 先来点煮的 咱们给它割一下 哎呀 我这一块 这一块属于这个 金头的拐弯处啊 其实这个肉挺烂火 这个绳子们 偏粉嫩呢 咱们还是来点这 这一块吧 猪子的魅力啊 就在于抱着看 哇太爽啊 猪子在冰箱里冻的时间长了 这肉质一般 好就好在 味道没跑偏 明天买两个鲜肘子回来 其实这个肘子最好在卤汤里边 再泡上半个小时 太烫了 太烫了 很酷 我说啊 好吃啊 咱们剩点肘子 给它 给它弄碎 搬到肉 搬到饭里边 把这个汤汁 给它淋上一些 搬到这里边 然后 来点粉条 豆腐 放里边 稍微再来点烂腌 烂腌菜 一碗满满灯灯啊 喝点 先把这个酒子浇在了 也要吃了 吃点 你吃了 不吃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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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我先吃了 你这个米饭还不是很给力啊 咱把这个米饭给它和一和 突然感觉还拿手比较斯文一点 毕竟我是我们村唯一的一个美男子 我们村长让我守住 我跟人来说特别喜欢这种的拌饭 我突然感觉拿这小手 我已经守不住了 真是太爽了 这种味道很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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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喷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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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想到